第五十课 复习 十 听力 一 听句子并选择正确答案 一 别看他个子矮 篮球可打得挺不错的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二 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 快起来跟我打球去 说话人是什么意思? 三 上星期我去西安 火车上真是急死了 想上的上不去 想下的下不来 通过这句话 我们不知道什么 四 昨天睡觉时天气还挺好的 没想到早晨一起床 外面已经飘起雪来了 说话人是什么态度? 五 这件事我没帮上什么忙 你送我这么贵的礼物 我怎么好意思收呢? 说话人是什么意思? 六 在王经理的知识下 我们这项工作顺利地完成了 并且完成得非常好 下面哪句话是正确的? 七 你的手术做得很顺利 但身体完全恢复的话还需要一段时间 八 收到儿子从国外寄来的照片 老张看了一遍又一遍 收到儿子的照片后 老张怎么样? 九 王明 您又不是没有参加过比赛 紧张什么? 关于王明 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十 小王和小李两个人的关系啊 有时候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但是生起气来 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 说话人觉得小王和小李怎么样? 二 听对话并选择正确答案 一 你不是说不来参加这项活动的吗? 如果不是刘校长亲自邀请我的话 我才不来呢? 下面哪句话是不正确的? 二 听对话并选择正确答案 二 能不能再把你的车借我用用? 上一次好好的车被你撞了一下 我真不想再借给你了 不过谁让咱们是朋友呢? 女的是什么意思? 三 五百五十块 你怎么给儿子买了这么贵的小汽车啊? 绵绵一看就喜欢上了 连哭带闹的不肯走 我一时没办法 只好买下来了 下面哪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四 看你这么高兴 肯定是今天考试考得不错 真让你说着了 女的是什么意思? 五 你怎么了? 眼睛红红的 昨天晚上开夜车了? 哪里? 爱人出差了 儿子感冒发烧躺在医院里呢 我昨天晚上就没睡觉 女的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六 师傅 能不能开快一点 我要赶六点的火车呢? 现在是下班时间 路上车这么多 我想快也快不起来呀 说话的两个人 可能在哪儿? 七 你说有钱人 为什么非要买名牌不可呢? 名牌它就是好啊 我看不见得吧 女的是什么意思? 一 八 小宇这孩子太不像话了 敢偷钱去打游戏 看我怎么教训他 算了吧 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 都是你的儿子 女的觉得男的应该怎么对小宇 九 现在跟朋友联系 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打电话了 发email了 我已经好久不写信了 太麻烦 虽然写信没有打电话方便 我还是喜欢写信 而且一写就是好几页 下面哪句话不对? 十 三千块 这么贵的衣服啊 你也真舍得 那有什么舍不得的 挣钱就是为了花嘛 只要开心就好 女的是什么意思? 三 听短文并做练习 一 听后选择正确答案 喝酒时应该注意什么? 在中国 客人来家里吃饭 一定要用好酒来招待 一般来说 给客人倒茶的时候 大半杯就行了 但是倒酒时 一定要倒满才表示尊敬 敬酒的时候 先是主人向客人敬酒表示欢迎 然后是客人向主人敬酒表示感谢 别人给自己敬酒时 一般不能拒绝 拒绝是不礼貌的 但如果确实喝不了也没关系 可以请别人替自己喝 喝酒的时候 喝酒的时候也常常会干杯和碰杯 干杯时应该站起来 右手端起酒杯 或者用右手拿起酒杯后 再用左手拖着杯底 然后喝光杯里的酒 在中餐里 干杯前可以和对方碰一下酒杯 碰杯的时候不能用太大的力气 跟长辈或者主要客人碰杯时 应该让自己的酒杯比对方的酒杯低一点 表示你对对方的尊敬 干杯后还要互相给对方看一下杯底 表示自己把酒喝光了 这叫照杯 以前如果碰了杯应该把酒喝完 但现在喝酒也不是碰了杯都要干的 能喝酒的人为了表示敬意 也可以主动敬酒碰杯 但不一定要干杯 不能喝酒的人为了表示敬意 也可以主动敬酒碰 不能喝酒的人为了表示敬意 也可以主动敬酒碰杯 但不一定干杯 1.给客人倒茶和倒酒时应该倒多少? 2.干杯的时候应该哪个手举杯子? 3.什么叫照杯? 4.晚辈与长辈碰杯时应该怎样? 5.下面哪种说法是不对的? 2.听后判断证误 怎样喝酒不容易醉? 家里来了客人常常要喝酒 喝得少了别人会觉得你不热情 喝得多了就会醉 怎么办呢? 这里有一些小方法可以防止你喝醉 第一 不要空着肚子喝酒 因为肚子空着的时候 酒精吸收得很快 人就容易醉 最好在喝酒之前 吃点肉或者喝点牛奶 这样不但可以保护胃 也不容易喝醉 第二 不要和可乐、汽水等饮料一起喝 因为这些饮料也会让身体 更快地吸收酒精 第三 喝酒的时候速度应该慢一点 喝得越快越容易醉 第四 由于酒精比较伤肝 因此喝酒的时候 应该多吃绿色的蔬菜 因为绿色的蔬菜 有保护肝的作用 第五 喝酒之后 要尽量喝点热汤 特别是鱼汤 第六 酒后最好不要喝浓茶 可以喝点淡茶 也可以吃些水果 很多人酒后常常不吃饭 这样对身体是很不好的 应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 一 喝酒之前应该先吃点东西 这样就不容易喝醉了 二 如果一个人一边喝酒 一边喝可乐 就不会醉 三 喜欢喝酒的人 应该多吃绿色蔬菜 四 酒后应该喝一杯浓茶 五 喝酒之后最好吃点饭 三 听后判断证物 有一次 一个很胖的人去找医生治他的肥胖病 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 说 我的朋友 你只能活四十天了 胖子一听就哭起来了 回到家中 他躺在床上 跟谁都不说话 担心的等着死亡的到来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 胖子也一天天的变瘦了 四十天到了 他还没有死 于是 他生气的跑去问医生 你说 我只能活四十天 可是 我现在还活着 你为什么骗我 医生笑了起来 反问他 你不是要治肥胖病吗 病人说 是的 那你现在已经瘦下来了 还要怎么样呢 这个人一听 一下子就明白了 一 这个胖子想变得瘦一点 二 胖子得了很严重的病 只能活四十天了 三 听说自己活不长了 胖子很难过 四 这个医生给胖子检查身体 检查错了 五 医生治好了胖子的肥胖病 课文 马田 听说你原来在美国 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那你为什么放弃工作到中国来呢 我在美国时认识了一个中国朋友 后来我才知道 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而神秘的国家 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所以想来学习汉语 了解中国文化 你家人支持你来中国学汉语吗 他们对中国也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所以也比较支持我 你来中国半年多了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中国像一个老人 有着几千年的文明 但又像一个年轻人充满了活力 经济发展的速度那么快 真是让人不敢相信 是的 这几十年来 中国有这么大的变化 连中国人自己都觉得吃惊 我认为 未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会更大 你学好汉语后 打算留在中国吗 现在还没决定 不管是不是留在中国 我都会找个跟汉语有关的工作 那我就祝你汉语越学越好 以后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 谢谢你 以后有什么问题 我还要向你请教呢 那还不是一句话 噪 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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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